Hello 大家好 今天來到香港紋身show 這裡有五桶的紋身師傅 他們會即場幫你紋身的 我知道大家平常都是上Facebook IG去看看紋身師傅 我今天就可以即場幫你選擇 最新潮的圖案 Hello Avery 我想問一下你這個紋身的idea是怎樣的 我多數是來自於動漫 或者是電影 這個是千里千層的狀況 然後這些是我偏喜歡沙粒角的中夾 這些是我自己想做的圖案 這些是比較脆味性的 Gameboy 這些圖案 那你自己有沒有紋身的 有 有 在這裡 都有很有利的Style 都是一些比較卡通的 這個是日本動漫全積獵人的蜘蛛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紋自己的 所以都是用三顆去呈現 自己紋自己的感覺是怎樣的 因為這個位置要保持住這個蜘蛛 對 很累 所以是好味 大概這樣要紋多久 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因為它這個蜘蛛腳比較自身 總之你的風格就比較偏向 動漫卡通 日本化一點 好 大家可以在這個IG上搜尋 就可以來支持它 看看你喜歡哪一個圖案 Hello Wave 你好 可以講解一下你那些紋身的圖案嗎 我的圖案 其實都看到有幾個種類 這些我純粹想畫一下少女卡通的東西 我基本上自己就喜歡這些種類 主色是綠色、橙色、黃色、啡色 為什麼特別偏好這兩種顏色 純粹是自己喜歡的顏色是這樣的 這次都畫了少少一些小圖 都是編回這些顏色 對 我看你全部都是這樣為主 有沒有受什麼影響特別偏好 沒有 本身純粹喜歡橙色、綠色 如果少女方面 你為什麼會想畫少女 想嘗試做這些圖 看看香港有沒有那麼多人喜歡 你本身都編好卡通化的 都可以這樣說 這個Mario Mario 都是去放一些卡通的東西 卡通漫畫 但為什麼會選擇用這樣的形式 就是做個菇下去 這個比卡超又這樣配搭在一起 人們喜歡貓試試畫這個姿勢 載一下 就是迎合這下戶的需要還是主流 這個是 這裡純粹是做自己喜歡做的 現在市面的紋身 就是主流喜歡這些公仔嗎 試一下 那這些貼紙你放在這裡是給大家 是給人拿的 這個紋身的文化 好 後面就會有你的Facebook IG 圖案 對 好 那我先拿一個 多謝你 大家可以掃描這個QR Code 直接進去你的網站 謝謝 好 Hello Hala 你好 可以說一下你的意念是怎樣呢 好啊 我的意念就是 本身有很多郵票 Stamp 所以我設計了很多 有些可以擺放自己的出生日期的 Stamp 形狀的紋身 可以聞到我的新度 我來紀念自己 或者紀念一些有需要紀念的日期 或者人物 另外我就會有一些樹葉花系列 這些就是水蜜 素描風格的花和葉 另外我其他的設計 都是圍繞著花和葉 這些就是比較簡單的 QD 這些就寫實一點 而且有些人就喜歡 一些比較沒有那麼可愛的款式 通常可愛的 有沒有說男生特別不會 還是很多男生喜歡可愛的 都不會 男女都喜歡的 因為這些可能覺得太可愛 但可能有一些 比如這些比較中性的葉 花都有男生喜歡的 對這類型 我就會是 有些粗線有些有線的感覺 比較線條多一點 我看你也特地有一個位置 告訴大家 這個印就會放在這裡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只能放出來 就比較平坦一點 我都想給大家看看 建議你可以放在哪些位置 好 因為我看那麼多當得 你一個是會說部位 建議你放在哪 對 男女都會有個建議的部位 即是大家男女放的位置 通常都不一樣 對 有些 譬如男生 一般位置都是 可能手臂 手腕 譬如可能男生喜歡大一點 或者喜歡在腳上 開始放多些紋身 他們就會放在腳多一點 女生多數喜歡小時候 在手 手臂的位置 那現在人們如果用這一款的話 通常是喜歡寫自己的名字 還是寫紀念的日期 都會寫紀念日期 我看到這個郵票的設計也很有趣 真的好像可以貼回家 這個剛好是一張貼紙 可以帶走的 對 可以帶走的 很厲害 我很喜歡雜郵 對 剛好 我可以當郵票貼在家 對 這個也可以 這個也是郵票的風格 好漂亮 大家看完HANA的設計 喜歡雜郵的你 都可以去IG購物 看看她的紋身 是誰 HELLO 你好 可不可以說你的名字 我叫阿新 對 你是 你一向有紋開新的 有 今天怎麼會過來 想看看 看看 然後即興就紋了 看看 那為什麼會選這間店 它的圖合心水 怎麼合心水 現在紋的是什麼呢 笑客 一個笑客 完了嗎 沒有 還沒開始 現在是初稿來的 銅色這個 現在是一下都還沒下的 好緊張 你下的話說我朋友 我就不妨礙了 那你選笑哈哈的原因是什麼 沒有原因 開心 你純粹因為很開心 你現在要問 我不騷擾你 對我來說 來到這個房間 它與其他店舖一樣 都有這些紋身的貼紙 但唯獨是免費用這兩樣東西 分別是什麼呢 這個是不是很吸引呢 藍絲圓 其實是結膚紙 大家可以擦擦擦乾淨才做紋身 另外這個是真實的火柴盒 真的有火柴的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有他們店舖的Logo Design 大家可以看看他們的Pattern 可以追蹤他們的Facebook和IG